副主委兼发言人詹志宏 昨天下午宣布 恢复两岸空运客运航点之规划 从3月10号开始 将采开放大陆10个定期航班航点 13个包机航点的10加13方案 分别为深圳 广州 南京 重庆 杭州 福州 青岛 武汉 宁波 郑州 另外也将开放13个包机航点 等待交通部公布细节之后实施 另外詹志宏也预告将在清明节之前 开放小三通客运中转相关的配套下周公布